大家好 今天晚上6點01分左右 在東貨海域發生一個規模5.4 深度16公里的地震 造成花蓮 宜蘭最大震度有四級 全臺灣的西部到北部地區 裡面有一到兩級的震度 這個地震目前還是算在0403的一陣裡面 這個0403地震序列到現在為止 大概已經有 韓祖這話已經有27顆 還有剛剛那顆地震的話 就已經有27顆規模5上的地震 那以目前它的地震序列 目前看來已經有復環的趨勢 但是因為正央區可能還在做硬力調整 所以我們不能排除說 未來有沒有還有為某5上的地震 會不會發生的機率